各位小伙伴过年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新春佳节和家团圆一起看春晚 吃年饭其乐融融 当然与喜欢的明星偶像一起欢度春节 也是很多人的心愿和选择 无形中增加了一个遥远的亲人 爱人也给过年增添了一份守候和期待 一份喜乐和欢愉 极具仪式感的肖战在新春来临之际 也是密集营宴 每天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祝福 从除夕开始 充满年味的图片、视频、分支打来 都说瑞雪照丰年遇到如此好一头 肖战也是顶风冒雪不惧严寒 拍了一系列充满传统喜庆元素的大片 奉献给大家 可谓心意满满 如此有心又暖心的肖战 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它 传统民居喜庆的门帘 诱人的糖葫芦、火红的辣椒、可爱的萌兔 加上美好如画的肖战 制作成精美的年力 充满浓浓的年味 满意着喜庆与祝福 从创意到美工都美轮美欢 足见用心与诚意 文案更是含义眷勇 功底深厚 让人长见识、长知识 威蕊繁指、眼笔狭铃 是一句敬语 祝福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人丁兴旺 健康长寿 福寿绵长之意 敬您见春 指油并茂 指指福指 祥瑞 油 指工业 事业 意味福气和事业 一起蓬勃发达 跟随肖战真的是长见识又长知识 借工作室的文案拜年也是备有面子 咱也做一会文化人 希望胖子再接再厉继续产出 另外 过年在家最好的娱乐就是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重温肖战的作品 深圳卫视又开始重播 余生请多指教 很多地方台也在重播王牌部队 比如银川、云南、山东、滨洲等 这一年王牌几乎就没断过 好剧就是这样 为大众喜闻乐见 不断地拨拨拨 更厉害的是王牌部队火爆 肖战演绎的顾一也 深入人心 于是被许多作者选成背景 进行延伸创作 写成了穿越小说 有的穿越成了顾一也 有的变成顾一也的战友 有的可能是对顾一也的情感经历 一难评 在延伸创作中 力挺青梅竹马 让顾一也与胡杨修成正果 也是十分可爱了 由此可见 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火 顾一也这个角色 更是聚集的高光与精神内核 为大众认可和喜爱 才会有这么多人选这部剧 这个角色来进行二次创作 展开想象的翅膀 弥补心中的一难评 不知这些作者是从何时开始创作的 但剧播出也不过一年时间 小说阅读人数就超过了四百万人 也是非常厉害了 不得不说 肖战演绎的顾一也极具性格与魅力 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 白月光 也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欲望 这怕是对演员来说 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了 一直认为肖战是内于难得的踏实 务实 不忘初心 坚守热爱的艺人 更难得的是在纷繁复杂 追名逐利的娱乐圈 能保有一颗纯粹之心 简单之心 始终眼神澄澈 笑容明朗 有道是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肖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是他的心血汗水换来的 而无论事实如何 始终心怀善意 也必带来无限福报 那充满少年感的脸就是证明 众所周知 肖战是内于最火爆的艺人 但是他的人气热度可不是贫困而来 而是建立在优秀的作品上 用打动人心的角色 成就无与伦比的人气 虽然总是有些人 想把他按在流量范畴 盖上图有流量的标签 但肖战从成名爆火到当下 一直都是靠作品说话 用好演技好人品征服人心 说到爆火 就不得不说陈情令 2019年的大热剧 肖战一炮而哄 但此后的舆论走向就很迷 明明肖战因眼活了魏无限 而备受喜爱 却陷入了CP和流量的漩涡 被无视演技 被恶意捆绑 没多久 史上最漫长的网报开始了 只想说少年乍上巅峰 宛如冲入角斗场的白兔 只有被绞杀的粉 不过肖战虽然有着帅气的面孔 高大挺拔的身姿 本可以靠脸吃饭 但却一直坚定地走实力路线 巅峰低谷从未改变 常有人问 肖战为什么能听过那般凶狠残酷的网报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 肖战有实力 有价值 值得爱 若他真的空有虚名 早就被巨浪拍死了 排除有色眼镜 谁不说肖战的魏无限 灵动鲜活 嬉笑怒骂 酣畅淋漓 动人心魄 后续热血唐三 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台词正龙发聩 双顾更是 一铁汉一柔情 一顾清心 再顾清城 收尽多少人心 还有万句台词 八小时不恩基的五号 更是把观众的期待 拉到了一个殿堂级的高度 肖战用一部部作品 赢得了业内的认可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的演员之路走得堂堂正正 踏踏实实 也正是基于此 人们对肖战的作品 抱有一份由衷的喜爱 和无比的笃定 因为他是肖战啊 可以说 如今的肖战 自己就是大IP 他用他的敬业 和全身心的付出 为他的作品上了一道保险 以致让很多观众 真正做到了 入目皆是你 四顾无他人 试问肖战的作品 有多受关注 看看他的带播剧就知道了 近日带播剧之一 《梦中的那片海》 起获2022新京报年度最值得 关注带播剧的荣誉 这真是 尚未开播已备受瞩目 被满怀期待 真是可喜可贺 而且新京报是 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 两大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的 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 这背书 判称主流 权威 《梦中的那片海》 能被其选为最受关注的带播剧 可见主流对该剧的认可和信心 未来爆火与获奖都大有可为 另一部《玉古瑶》就更不用说了 观众本就对古装剧格外偏爱 肖战更是古装男主的天花板级别 一个片花都被观众盘出了包疆 播放过了亿 观众对《玉古瑶》的期待 可以说是抓心挠肝 望穿秋水 奈何 无论是官方消息 还是营销号的消息 都是让人一次次希望 一次次失望 再难相信 以致某营销打赌 《玉古瑶》要播 不来就买溜溜梅 也是很无语了 惹来评论区一片嘲笑声 不过这一水的代言 看着还真是赏心悦目 虽然是一出闹剧 但从侧面也可以看出 对《玉古瑶》真的是叛疯了 这里只想说 希望空降春节党吧 那才是真正的过年了 看着评论区一溜的车表奢牌 真是让人老怀安慰 曾经的懵懂少年 凭着一腔孤勇奔赴热爱 历经坎坷 使之不渝 哪怕荆棘遍地 无怨无悔 书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 平凡人之歌 到如今一记绝尘 世所瞩目 笑看风云 充分证明了 实力是一切的根本 强大才能改变世界 于国 于家 于个人 莫不如是 所以 努力吧 就像明天 就是末日一样 至此佳节 也祝愿所有人心有所想 必有所成 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 突年吉祥如意